欢迎收看《屈机头条》 我是俊鱼大鱼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蜡烛香港 聚焦中国 放眼世界是全部事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普纳之德掌人 核实在2月8日刊登了调查报告 指美国才是诈毁北溪2号的罪魁和首 形容美国总统做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 美国白宫反驳这个指控是荒诞无稽 报告公布后 俄方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在2月22日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北溪管道事件 外交部汪文斌提出转移视线的问题 美国看到高空气球 但对美国俄亥俄州上空的6月气毒蘑菇 事而不见 在北溪天然管道爆炸之初 高调调调查事件 但在美国记者爆出最新的调查报告后 又异常低调 今集我们先讲美国转移视线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郑国军博士顾问行 主席兼首席顾问郑国军博士 Hello 我是Dr. Raymond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 我是彭云基 香港城市大学NBA课程协理主任陈凤常博士 大家好 我是陈凤常 在节目开始前提提提大家 屈基TV的周边商品已经可以买到 除了可以买到屈基TV的杯子外 还可以买到讲述杰哥奋斗故事的 《咸鱼也发梦》 最后当然要记得订阅屈基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朋友们知道 彭教授 你认为这系列的事件 算不算是美国转移视线? 我觉得不是一个转移视线 为什么呢? 在这个中美博弈的情况之下 我们一直都在想着 我们经常在这边看那边的情况 在美国和加拿大看这边会怎样呢? 所以刚刚在美国和加拿大回来 我特别可以说是深入了解民情也好 但我发觉有几件事很有趣的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这个历史 就是很早的时候 基辛格也都讲过 暴力遵司机也都讲过 基本上现在美国这样的策略 其实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大家都不希望中国、伊朗和俄国 一起可以变成了一个联盟 现在其实整个形势 美国迫到结盟也好 一个关系更加密切的情况也好 对美国其实是很不利的 但你看一下原来 在美国很多年之前 他们已经有一个很多的秘密组织也好 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也好 专门研究怎样去推翻 所有这些他不听话的一些国家 其中他们觉得非常成就的 就是当年怎样推翻了苏联 令到他们解体 而现在基本上做所有的东西 根本上下来的就已经去到中国了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呢? 所有的东西其实根本来说 是不需要讲任何逻辑的 变了来说这是长年的关系和策略 当我在美国和加拿大 跟一人谈的时候 他说当年刚刚新冠开始的时候 美国就宣传了很多机器 就说这些全部都是武汉的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那边的华侨 有些人面对一个情况 他就说 Go back to China 你看看这些情况之后 你看到人民受那个宣传机器的影响 是非常深的 包括了在北溪二号的问题 包括在奥哈尔那里的火车 我告诉你 第一时间那些加拿大的朋友 已经告诉我 喂 你知不知道 这个火车那里出了很大件事 那里的PVC除了一匹的云子 还说是火烧 你知道出来是什么吗? 出来是Dioxin 那些全部都是什么? 是Casogenic 是会致癌的 但是问题 竟然我们这些全部 加拿大 美国 完全那些媒体是没有报道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多伦多 我们已经知道了 所以这些落到一些水之类的时期 对我们的人是非常之严重的影响 加拿大政府怎样去应付这件事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报道 你看到一件事的话 其实在美国整个国家 基本上对这个媒体的控制 和宣传 是非常之紧逼的 他们有一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很多在加拿大美国的华侨 他们有这个中文电视台 甚至可以看到我们香港的这些新闻 他也算是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的东西 但如果只是看这个西方的媒体 根本就完全没有报道这些 他们最留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美式足球 打Ice hockey这类这样的运动 他们的蓝球之类就很有兴趣 但对这些他们发觉不是很有兴趣 那么你变成了来说 很多人民就被警告的那些媒体 全部是蒙混了的 那么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看到了 美国做些什么东西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都是完全合理的 所以刚才大宇你所说的 他一个是转移视线 我觉得不需要 他根本不需要转移视线 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们从一个整个国际形势来看 每一件事你看到一件事的话 都是很多东西是不合理的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 无端端这个北溪二号一号 全部都炸了呢 也不是无端端的 根本是什么呢 之前已经全部已经计划定的 我相信一会儿你会详细说 给你听这个故事 我就不再详细说了 但是你想想 好像在这个气球飘过来的 很简单的问而已 好了 你打了下来 那里面那些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还有你又打了几个下来 那些是什么东西呢 是哪个国家的呢 在哪里呢 他也不说 所以其实在这个普遍 在美加那边的群众 对这些这样的宣传 其实不是很多 是有这样的批判性的接受 而只不过随便 倒知这个政府 和这个媒体告诉我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了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不是再说逻辑合理的问题 而是基本上 已经是美国 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国策 是要蒙问人民 然后怎样呢 然后就专门针对中国 因为为什么呢 大家之前在这个节目都说了很多 美国经常是需要 有在外间的战争 来帮助他自己本身的 无论是政治 经济 军事方面的利益 我们稍后会说 你就会看到了 全部都是蛛丝马迹 最重要是什么 是看到整个时间的脈絡 而在这个脈絡里面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能够成功呢 你就看到了 是他们基本上那些 现在的政客 最重要的是短视的决策 而不是在长远的决策 越来越出现这些问题了 其实还有一样 我今次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就是毒品合法化 当这个毒品合法化的时候 即是内部的人 开始越来越腐化 还有我完全觉得 社会出现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美国说的是 81种的性别 不是男和女 是81种不同的性别 所以你只是一个性别 和一个价值观方面 在整个社会 开始慢慢走下坡 刘先生 可不可以和观众讲多些 关于北溪管道被炸毁的事件 我们留意 承接着彭教授所说的 媒体上的演绎 我将情况分裂到两方面 第一 媒体怎样去介绍 二 媒体没有刻意介绍 这两个角度 现在媒体主要介绍 就是根据核实所说的东西 前后跟大家报导 当然大家明白了 刻实有个字眼的 用折牙膏式去报导 先讲2月份的8号 就写了5000字的报告 就讲了北溪在去年什么时间 如何收起那个叫做水底的炸弹 然后就经过了几长时间 然后再去引爆 就找了哪个国家引爆 当然是讲北欧国家 当这个美国政府回应的时候 没有这样的事 那可谓折牙膏呢 接着一个星期之后的14号 进一步接受这个德国媒体访问 接着再折牙膏多一点点 原来是德国总理 都知情的 整件事另外 其实大家准备 折牙膏式 将可能会有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那整件事 究竟你抗辨 你不抗辨呢 那美国政府 其实会不会好像之前 又找个特工过去 搞占了去呢 那这个呢 如果明星太大的时候 就不容易的 那这些暗示来说 在CIA的故事里面 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那这个就讲回 基本上 西方媒体 对于这件新闻 怎样追踪 那整个细节过程来说 不着意去兜转了 我想强调一件事 西方媒体 报刻意去报道 哪件事呢 是前因后果的 北溪器官爆是什么理由爆呢 如果根据克什所说呢 就是美国政府 不想这个德国 不跟北约一起去对付俄罗斯 但是其实美国的心态是怎么样呢 和大家分享小故事了 20年前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 美国的舍听 是偷听这个德国总理 偷听了超过10年 2002年开始偷听 10年之后被人揭露了 但是不止 跟着2012、2013的时候 另外再找北欧的朋友 帮助他继续去偷听丹麦 那究竟一个国家的元首 被另一个叫做盟友偷听了这么久 你究竟平时的行为 平时的意图 你想怎样做 一清二楚 跟着说2014年之后的2015年 德国总理批准了 这个叫北溪管道的使用 建造 那当然建造大家都清楚了 德国没有天然资源 如果得到这条管道之后 德国便有俄罗斯便宜的天然气 好了 说了这么多之后 关键词出现了 美国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原来2019年1月 美国已经高姿态反对 德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天然气使用 建造的管道 美国出来反对 为什麽呢 反对不止了 2020年的7月 即是一年多之后 就是成立了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 将所有有关的合作伙伴 列为这个名单制裁 不过德国好弱 制裁之下都建成了 结果在一年多之后 2021年10月 即是俄乌战争之前的10月 这条管道已经可以使用了 究竟德国听话还是不听话呢 不听话 继续向前走 于是呢 就产生了一场叫做俄乌代理人战争 美国全力促成这场战争 为什麽呢 因为不是简单到今时今日 刚刚听见今天新闻都说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不简单 整件事是说 俄罗斯说 你不要北约再东抗 如果你再东抗 在我国家边 这个乌克兰 都成为你的北约成员 我很不舒服 结果美国不睬 战争就因此爆发 这些潜估来我呢 到今天的新闻看回 北约都是说的 侵略侵略侵略 不讲前后果 好了 原来这场战争发生之后 另外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款 就是说 德国答应了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那条管道就会停止审核 最终北溪二号就不能够使用了 如果新闻能够将这件事 由头到尾报道一次来我呢 就很清楚 美国的意图 美国的目的 从来都不想出现这条北溪二号 德国不听话 战争就一次产生了 炸起来就是合情合理 德特文 如果这次不是转移视线的话 那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说美国是否用气球事件去做一个转移视线的效果 那其实我都偏向是不相信的 我不觉得是用气球事件制造一个Diversion 我不觉得是的 但是我的解释就不是因为它不想用的 我的解释就是我反而觉得西方人的思维是不会这样想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次在外航和洲这一宗火车爆炸的事件 其实如果你看一下的话 你会发觉一样东西 其实美国的历史上面 火车爆炸或者意外 就常常都有的 是很常的 问题就是究竟结果是什么 我说它怎样看结果之前 我举一个我们自己很切身的例子 当年英国还在香港管治香港的时候 那时候在西营盆发生了一宗大火 那宗大火说的是151年 一烧就烧了400多间屋 于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怎么做呢 它不是够火 它说你的火烧到来 你就来烧到我中环那边那些英国人住的地方 那结果它选择是什么呢 将上环一烂的街全部炸掉 那我炸掉它的话 我以为平地你的火就烧不过来 你要知道 鬼佬想东西 他不是跟你想家园的 因为他没有家园的概念 所以他在处理手法上面 他也不理你中间是怎样 他指利他自己的利益 在当时的利益就是 我不想你的火烧到我家屋 所以我要炸掉你几条街 也导致今天你看到上环 常常都要水浸 常常会海水倒灌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整个地平面是炸掉下去的 所以我们上环是常常水浸的 这个解释了今天的原因 所以为什么上环那些渠务工作这么难搞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明白它这个逻辑的话 美国情况很类似 美国的最大的五单火车爆炸 说的是死由一百零多人到九十多人 由第五单到第一单最严重的 但是每一单都好 都一定要牵涉人命伤亡 没有人命伤亡的情况下 你炸到多大的蘑菇云呢 其实他不理你 为什么呢 在他的角度惹烂了 就算你炸散了都无所谓 为什么呢 你看看美国今天的政策 今天美国政策 2020年到现在的政策 他们改过来 就是如果你的火车是有一百卡的车卡 你仍然可以的 但是再超过三万加轮 你知道美国用加轮不用升的 的汽油才是违法的 那你会问 那即是多少 一百卡车三万加轮 我用一个简单的说法 我们见到日本 在美国扔下去廣岛的原子弹 的威力是相等于二十二卡车载满汽油 换句话说一百卡车载满汽油的威力 差不多是五倍 或者大约是五倍 当时是扔下去廣岛的原子弹 的威力 但是法律仍然被他过 你不觉得荒谬到不得了吗 你试想一下 如果今天这件事 因为今天这件事 不要忘记得 是没有人死的 如果今天这件事 这件事发生 在美国发生 而在美国的某个角落 突然间有一个亚裔枪手 杀了一个白人女孩子的话 你觉得哪个新闻会在CNN的头条 就是他们的角度就是 第一 当然这件事 是没有一个PR 没有一个公关价值 他们觉得 炸了就炸了 他根本没有这个价值 也看不到 又不可以抹黑中国 那是做什么 所以索性就不报 二来是自己炒民 那是做什么 第二 没有公关价值 第三 你看看拜登怎么上场 拜登上场是靠工会的当初 他叫Union Joe 当年是 现在火车的司机数目 是不断下跌 换句话说什么 他实际上能够投票给拜登连任的票员 根本少到不得了 他采你有品味 你死 关他什么事 他是看着票员的 所以 在种种原因下 他根本没有必要去理火车的东西 而实际上你也看回 2018年年那段时间 其实已经有大量的火车司机被裁了 所以现在其实在火车业里面 剩下的人是越来越少 而去管这些火车的安全的法律 也都越来越压力 已经是很不如事并进 所以你看到刚才我说 三万加轮他仍然被你运过去 你试试我们香港 三万加轮的燃油 你可不可以这样运过去 是没可能的 但是美国是可以的 你基本上运着原子弹周围走 他们是OK的 所以你想像一下他是不理这种东西 因为在价值上面 在新闻上面没有价值 相反这个波 还有两句在说可以抹黑中国 火车可以抹黑什么 除非你说那些是中国的部件 是不是 或者那些油是来自俄罗斯 不行 没有 所以当火车载的东西 并非油这么严重的时候 油都载得下 你这些东西有什么问题 他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人的生命在他们的角度 除非你的生命能够制造到 给政府一个好的借口 如果不是的话 在政府角度 在他的政府角度 是没有价值的 相等于当年 就算英国政府也是 在香港 你炸了那几条街 整个上环炸了也好 你们的家园尽委 什么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他自己中环 没有事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 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当件事太大件事的时候 你根本没得走 所以那些人也有说 有什么撤离行动可以做 有没有人死 如果是死了也不用撤离 如果是真的这么大的事 也不能撤离 你看看他们的山林大火 你就知道了 彭先生 刚才两位嘉宾都说了 几件不同的事件 你认为这系列的事件 有没有关系 和你认不认同他们的说法 整个这么多件事 一拉起来 其实是一个整体的策略 所变成的事件 刚才Vilson说的一件 关于俄乌 你简单地解释 但我今次去到美加的时候 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普京面对当时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是真的想打到 乌克兰变成这样的 而是最重要 就是要收回俄罗斯的人民 因为为什么呢 在这个过程之中 有些人是由这个乌克兰 走到加拿大 他直接说 他亲眼看到 在这个当时 就在基库的附近 那些这样的俄罗斯人 就是说 讲俄语的人 是怎样被乌克兰的人 去屠杀的 现在有军方 有民间都有的 所以你看到 而普京绝对是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想想 我的人民被你这样屠杀的话 所以我一定要做 当然还有其他宏观的 北约的问题 但我觉得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 而另外 奥哈欧那件事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 今次 其实呢 如果看回很多那些照片 和真正的事 其实环境污染得很厉害 他们唯一所说的 他们在这个当地的市长 唯一说 你们现在就说 不要喝那些水了 你们全部喝这个瓶庄水 就是这么多 也都没有说到 撤离你说得对的 但是环境有多污染 也都没有说 所以人民其实 挺害怕的 尤其在这个附近那里 无论是奥哈欧和根本 就是在加拿大的边境 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 美国基本上 对这些这样的环境的保护 相当是有些压告的 就是它这些策略 你看到这个情况之下 究竟这个国家 怎样对付人民呢 是一个关键 另外关于北溪那里 刚才我们说了 关于Hersh 在那句访问里面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根本在这个俄乌战争 发生之前 拜登和当时的这些官员 几次都提到 你们再做下去 我可以把你完全破坏 还有我们知道怎么做 如果这个俄罗斯 真的入侵这个 武克兰的话 我就会把它打烂 不是在这个俄乌战争 发生过之后的事 其实之前他已经很多次警告了这件事 所以到后来发生这件事 其实应该 无论是德国和普京 都应该是心中有数的 你想想当时 你刚才说得很对 其实摩克尔在做德国总理的时候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好 所以他不听美国说 所以到最后 其实如果摩克尔还在那里连任的话 他可能真的说 我不管你 我先通过去 那便会不同 但是很可惜 在最后那公里的时候 他最后都停不下了 因为他下台 和上台 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国际之间的形势 完全是根据 权力拥有者 是哪一个 所以人亡正式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为什么人是这么重要 他一转位之后 就会完全不同了 所以你看到 国际的形势 很多时候就是看当权者 他们的性格 和他们本身的背景 和他本身的权力 那个基础在哪里 而是决定了很多 这些国际之间的关系 Ruson 你觉得 美国的媒体 报道与不报道 除了他本身自己的考量之外 有没有其他因素他都要考虑 留意如果现在在美国发生的火车事件 也好 记者的处理来说 其实不是在美国发生的话 在中国发生是两个世界 在中国发生了 有个记者在出事的火车上 竟然被抓 无论BBC也好 New York Times也好 那个说法是出现了另一个极端的 这个很相信 原来媒体很有趣 但如果真的看媒体 玩这个游戏来说 要明白 其实传统媒体现在很难赚钱的 特别开讲一下 屈肌一定的点击率 比传统媒体高 既然是这样的话 媒体实际上有些另外的收入 现在似乎是很明显 美国在一些叫做 军工复合体里面 是有钱下去的 看回月初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说法 有一个叫做名嘴 Jimmy 他分析一下 现在的军工复合体 给钱到这些媒体来说 都帮助了 歪曲了 扭曲了 把美国政府说得很好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来说 我仍然可以想象到 现在气球也好 很多事情来说 所说的东西 在西方的社会 在美国的社会 主流媒体来说 其实很多事情 是不代表了真正事件发生的 我们留意这两天都好 国家的高层 去到这个国际会议 去到欧洲 都重提 气球究竟有没有 跟我们交代 我们绝对明白 如果我发现 坏了一件事 跟着用枪打过去 告诉全世界 这个气球是中国的 没有证据 不知道哪个拥有者 用这个军事行动 毁灭了它 跟着 可以给全世界盟友 知道这个气球 做了多少坏事 做了多少间谍 不过同期间 在今天发生了 看得到 原来的新闻说 气球是美国自己的 竟然不道歉 全媒是怎样做第四拳 完全跟所谓第四拳的概念 西方扭曲了 北溪管道被炸毁 我们之前也有提过 当时的讨论就是 炸毁了之后 有哪个国家得益 当时当然是美国 但是随着这件事 和俄乌冲突一路演变下来 你觉得除了美国之外 哪个国家会得益 在北溪破坏管道的问题 大家看到 它爆炸之后 大家都当时很关心 但是为什么突然间 好像很多东西都静下来 派了挪威和这几个国家去做调查 但调查报告从来没有出来 那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你会看到 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 竟然可以慢慢 将它变成了一个没什么事 那么呢 其实如果看看 这个刚刚最近 哈什的报道的话 我觉得它说过 我相信它的真实性是挺高的 因为它解释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情况出现 而其实什么呢 大家都清楚了 根据哈什所说的 就是说呢 今天就是美国是派这个 威人去做这个 然后呢 挪威呢 就扔这个摇兴器下去 那就是说一样 就是美国的军人 就下去做手脚 然后挪威呢 就做帮兇去做这件事 那么当然 你看到一样东西 凡是做些东西 一定是大家都有理 那么当然 刚才 就很清楚了 基本上就是美国呢 是最好处的 但是同时 挪威也都非常之好处 因为它本身 有很多天然气的嘛 所以你想想 自从断了这个之后呢 它那个的收入呢 是多了几倍的 那么你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挪威去做了 还没所谓的 反正呢 做这些东西都是盖住的了 那就是说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美国呢 对这个欧洲 包括北约 所有这些国家的 控制力呢 是相当强的 现在来说 那变成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西方里面 基本上呢 是那些西方国家呢 因为在美国的淫威之下 的话呢 根本就不想调查 也都不想知道真相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大家心中有数 所以呢 基本上 这个德国的总理 Shorst呢 基本上是知道这件事 但是呢 就是 爆了之后呢 基本上呢 就是瓦子吃黄年 他又不说了 是不是呢 面对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很欣赏 就是 大约在这个 2月14日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 法国的 前国防部的 内政部的一个顾问呢 就叫做 这个 科尔维斯呢 他就说得很好 他说什么呢 基本上呢 根本这样的策略呢 美国已经做了很久的了 根本是想压制这个 德国的发展 因为为什么呢 就是呢 如果德国和俄罗斯一走埋的话呢 就很大件事了 因为你知道呢 其实整个欧洲呢 那个基本上 最强的国家就是德国 那如果德国和俄罗斯一合埋的话呢 就变成了怎样呢 当然不听你美国人说啦 这样的情况就是 一定要压制他的 你想想如果一个 变成这么强大的话呢 喂 我这个霸权就没有了 所以呢 这个 科尔维斯呢 他就说了 哎 其实这些事实 大家看得到的 关键是什么呢 其实美国的霸权呢 到现在呢 是应该已经逐渐结束了 美国是应该接受 这个多方面的 不同的势力的崛起 就不是你兇了 但是美国不愿意嘛 所以什么骂骂的手段 都会出来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呢 根本是这个 北溪这次的 基本上那个调查 就是财喊捉财 那怎么会有结果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心中有数的 问题就是 下一步怎么走呢 所以其实这次整个的 过去这几年 美国的最大的错误是哪里呢 就是他以为自己的霸权在那里 但是其实呢 他的信用和盟友 已经全部续续续续 这样的松散了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对我们中国是有利的 但是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美国更加明白这个情况之下 就会怎样 一定是 就是这个赶狗入窮巷 就一定是 拼命试回来 所以 为何未来这几年 是这么危险 就有什么原因 对 特推文啊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集讲 这个北溪管道被炸的时候 你认为 或者你估计是 以色列 那现在你是否依然维持这个看法 在这件事上 我反而会用另外的角度去看一看 就是 从来以来 我们都会觉得 美国是 利用代理人战争去做 他想做的事 无论多骯髒 就是 美国一直被人的感觉就是 他自己的表面很堂黄的 但是他背后就很骯髒的 这个大家明白 但是他未必会自己亲手染指下去 就好像打仗一样 永远都是搞乱别人的 你们在你家打不关我事 然后我就走出来调停 又或者走出来做和事佬 诸如此类 甚至是纯粹得益那个 就算好像今次你说北溪管道渣 我其实觉得 你从开始 美国不喜欢他北溪的兴建 去到真的去炸了北溪 然后用来对付德国也好 又或者诸如此类也好 我反而一直都觉得 这些所有的事 可能都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他拿着太多战略 常常处备 他要去找一个好好的价格 然后就等你沽上去 然后现在做低个油价 然后现在就开始去买油 他只不过是在炒东西 他们很常见是 就是从列根时代炒金到现在炒油 我看怕 美国是任何商品都炒的 就是他们的做法 的而且只是这样 他只是看到的就是那个 经济价值 钱的价值 其他人的死活 就不在他考虑之内 甚至乎他自己国家的国民的死活 都是不在考虑之内 只要不要搞到好像那个 譬如黑人被人压颈死了 佛罗伊德那样 不要搞到这些麻烦的事 他真是告诉你 你喜欢怎样是你的事 就是美国是 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其实刚刚过去这几天 有一件小事发生了 那件小事就是拜登就很紧张地 就将一个本来是委任入去 他们国际的美国人权委员会 里面的一个人就拔出来 那事源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人本来是一个法学教授 那是在以色列那边就吵他 因为这个人曾经写过一篇文 就将以色列这个地方 就说为一个种族隔离的地方 就是这个字 一个字 就让他拔出来 拜登即时就做了事 说的是几天之内就立刻做了 这件这么简单的事 你想像一下 你一个火车大爆炸 蘑菇云灯大救的 这么多人照正要疏散的 食水有很多问题的 他都可以不理的 你想一下 其实现在你才觉得是 这件事很大劲 其实从来以久 美国那些流游事件 什么样搞到生态灾难 有多少人理呢 只不过那个地方没有人住 只有企我住 企我就不会投诉 也没有PR 价值 唯一有的PR 价值 就是绿色的团体 就可以拿它来做宣传 是不是 拿起一只整只 整只都是有的鳥 那类似如此类 但是 在现在这件事里面 这个教授 这个人权委员会 对美国的新闻价值是零的 对他所有的东西的价值 都是零的 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就是 我感觉是觉得 如果美国在今次 假设他真的是 派他自己的好人 而不是假手于人 不是用代理人战争的方法 去找代理人做 我不管你找英国做也好 你找以色列做也罢 而是自己亲手下手做的话 那出现一个问题就是 美国由2008年奥巴马上场 讲解了一支军队 不再同时维持两个战争的这个部署 去到今天自己 下手下脚掩子下去的话 其实是暗示的 就是他有可能会想去打仗 他自己就去打仗 因为他基本上 是脱离了他原本的想法 美国如果他真是自己去做的话 他有可能下一步就是 那我不如自己去打 反正都是这样 因为他为了要得益 所以假设这件事不存在先 假设我猜错先 那照正应该美国背后 还有一个人做的 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估计的美国 美国有一个人去做代理人 而这个代理人应该是 第一很有利益 第二很能够叫得动美国 是为他的利益而维护他的 这个我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以色列 的而且确是只有以色列 如果我看过这么多的新闻也好 一直以来说 谁说谁做 俄罗斯说乌克兰做 乌克兰说俄罗斯做 俄罗斯说英国做 俄罗斯说芬兰做 俄罗斯说德国自己做 也有说过 唯独是这么多的国家的报纸 只有一个国家的报纸 我们看到 是将所有以上的国家跟你分析一次 全部都不是他们 那是以色列 我在犹太报纸看到这个新闻 其他国家都是互相自责 那有些就有走出来 立刻澄清 譬如英国首相 新卫城首相 不关爱事 甚至拜登都说 这件事是荒谬 荒诞 个个都有些东西说 但是最没东西说的是这个 相反 最有影响力 在美国政坛也是他们 所以我来来去 我都觉得 如果那个人 是真的被人瞄到这么黑 就说有机会是你做的话 其实他已经走不掉了 要是这件事就是很多人都有份做 其实你说欧洲不出声 倒不如用一个反过来的形容词 就是欧洲就好像被人强奸了 这个是集体侵犯德国 不是一个半个 而你看看就正正就好像那些电视剧 你看看全部都有些大人物来过 有美国有英国有欧洲 那个人来这样搞我我怎么出声 就是要么就是这样 然后粗刀那个 就多数是一个二打六 但是他二打六 又痛脚握着头 那你想想 那个画面我是得到一个这样的画面 如果个个都在互相指责的话 而个个都走出来说不是的 那就是有个可能性就是个个都是 而还有一个在背后 就是驱使这个人 龙头的大哥走出来 叫这些人全部都去搞他 那个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驱使一个美国去做事呢今天 我是觉得很存疑的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位置 就是如果大家有回忆 就是俄罗斯近期 或者之前都曾经讲过 就是说 拜托你美国证明一下自己 你没有做过这件事 那大家都知道 这句话其实很荒谬的 原因是你很难证明一些 没有发生过的事 因为根本没有发生过 那所以我的解释就是 当俄罗斯的普京和美国这样说的时候 又或者他和其他国家都有这样说 比如他和乌克兰 你证明一下自己没有做过这件事 那言下之暗示就是 他觉得你个个都有染子 这件事 你某程度上都有参与 你某程度上都有得益 所以意思就是 你们全部都是有份的 因为用刚才我的想法 就是德国是被群雄这样去欺负 去欺凌的 而他根本是没有东西说的 而是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 在这个北溪管道里 的而且是很紧密的 那不要介意现在舒尔茨上台了 之前的麦克尔 的而且那个关系还仍然在 就是他们两个的个人私人关系 所以我相信他某程度上会 说回这个话 去暗示就是 其实你们全部这一集都不是好人来的 你们全部都有份的 根据哈十所说的一个interview 他就这样说 他就说那些人问他 你的资料在哪里来的 他说我不可以透露我这个资料来源 这些是基本的 新闻记者的基本的原则 他说但可以告诉你 就是因为有一些人 他根本就是进行这个这样的操作中 当你真的做了出来 爆炸了之后 他们自己良心都过不去 所以为什么他们觉得很有内疚感 所以他才会告诉我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我觉得刚才你说说 一定要找个代理人 未必的 而是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过康壮 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代理人 肯愿意去做这件事 就是这样的原因 那没法子了 我一定要做 于是我就把自己放进去做这件事 而这个北溪的结局 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都不停 教授 你想错了 这次真的 你想想火车不死人 没有人来 只要不死人 就不慌张 在鬼佬眼中 这次这两条管道都没有死人 你想想炸堤霸死人 他们觉得慌张 炸管道可能是正常的 他觉得利益关系 可能你明白美国人的 古惑多一点都不停 最后我觉得 两位嘉宾说的东西都对 这一盘 打和 怎样说呢 正如彭教授所说 赫什的也确说 有人良心发言 所以报料给他 而Dr. Raymond所说的 以色列又或者有犹太的影子 从今次自己也提出来 还有最后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记 赫什本身就是犹太的人 今集我们先到这里 下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